街道上,不少人提着沉重的布袋,行色匆匆,看得旁人惊疑不已,便出声问道,你手上提着什么?如此匆忙?是言,二十文一惊的戏言。二十文,什么言那么便宜?只要二十文,你不会是骗人吧?有人质疑,不信就算了。那人贪开怀中的布袋子露出里面白花花又细腻的戏言,在众人的惊呼声中,那人得意不已,随即警惕的和尚袋子想要自己买去。周围的人连忙询问,这言哪里买的? 就在街角的盐铺,听说其他盐铺都有卖。真的?我也要买?快走快走,晚了就买不着了。一时间,这一条街上的人群也开始涌动起来。不仅是这一条街,其他街道上的人群更是如此,不少店铺更是直接关门都上街买盐去了。整个长安城都呈现出人群涌动朝向各个盐铺的现象,不管是官盐铺还是某些私盐铺子都被人潮堆满。即便是官府有所预料,可还是被百姓们的群情涌动所吓到, 雍州府衙门紧急派出差役维护秩序,盐铺也是紧急调动盐库里刚倒不到几个时辰的细盐。四千万斤的细盐,以一种恐怖而又疯狂的速度不断消耗着。这还只是长安城。 更别说世家大族达官贵人们买盐更是以万斤为单位来买的,别说百姓们,这种盐他们寻常都舍不得吃。如今二十文一斤,整个长安城上下都疯狂起来,可不是一个玩笑话。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某家客栈内,杨公走出厢房来到大堂,不仅是他,其他几位盐商也被外面的动静也惊动,纷纷出来查看。可整个大堂空无一人,没有人回答他,客栈掌柜的也带着伙计们出门抢盐去了。杨老板,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赵千脸上往日和善的笑容消失了,有股不祥的预感从昨晚开始,一直蔓延在心头。望着外面人流稀少的大街,哪怕是偶尔走过的人也是神色匆匆,看得几人眉头紧皱不已,哪怕是突厥打进城来了也不过如此吧。开什么玩笑,这里可是长安城。几人对视一眼,赶紧朝外面走去,一路上顺着百姓们行走的方向,很快他们找到了人群聚集的地方。这里发生了什么?你们为何如此激动?张桃让人拦住一个,提着大布袋子满脸笑容的人问他。 那人被几人拦下,目光中带着戒备看向他们,可依旧掩饰不了他嘴角的笑容。你们要买颜自己买去,二十文一斤很便宜。快去买吧,晚了可就没有了。说完,对方不顾他们的神色变换,匆匆离开。在连续拦下几个人询问过后,这一行颜商们明白发生了什么?脸色巨变。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如此多的戏盐一下子降价出售?为什么会卖得那么便宜?赵谦双眼无神,不可置信地喃喃自语道。 阳公更是一把揪下山羊胡子,疼得他咬牙切齿,更让他心跳都差点骤停的是昨日高价买来的那种盐。 如今盐铺已见价出售,疼得他撕心裂肺。我们,被骗了呀!我那五百万金盐! 阳公整个人说完,顿时昏厥了过去,幸好手下人一把拉住,没准整个人就这么去了。 不仅是他,其几人也是面色惨白,望着兴高采烈的人群,心底泛起无边的冷意。 几十年的积累,一招被坑惨。赵谦更是一想到自己即将亏损的钱,整个人都天旋地转的,胖乎乎的身躯瘫倒下去,砸倒了两名手下,昏厥前还在大喊着, 我买了一千万斤啊!六百万挂啊呀!这边的异样丝毫没有影响到那边疯狂买盐的人群,甚至连差异们都没空把注意放过来,要么在维持秩序,要么也加入到抢盐的人潮中。 百味居,二楼,套着窗子的雅间内,一方桌子不满美食,一个年轻人依靠着窗台,与楼下大街上激动的人群截然相反地淡然与随意。 在他身旁,百味居掌柜的李玉禅亲自为他斟酒,嘴角含着笑意,似乎对于身侧之人造成长安城如此轰动并不惊讶,神色中反而隐隐透露着自豪与骄傲之色。 想必他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大街上的异样。 庆修笑着端起酒杯,小敏一口信花村,抬起头察觉到李玉禅目光中的寒情默默,一把拽下他,拥入怀中。 李玉禅没想到庆修会如此突然,在猝不及防之后,故作不满地轻轻挣扎了一下,便安心靠在他怀里,笑迎宁道, 夫君,想来这一切都在你预料之中吧,低价戏盐对百姓们的诱惑,可比美食与美酒要强烈得多,那些盐商们这次估计得惨了。 其实我也没想到,会造成如此轰动的场面。 庆修实话实说,右手放下茶盏,左手满是不老实的动来动去,使得李玉禅娇羞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犹如水蛇般扭动着身子,脸色却愈发红润。 同时,又听到庆修语气中的幸灾乐祸,那几个山东盐商估计还没出长安,今早起来,怕是会吐血三声吧。 他是真没想到,整个长安城都轰动起来,不过这样也无所谓了,反正那几位盐商们迟早会知道的。 夫君,也不知道那四千万斤细盐够不够分,照着这个速度看来,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李玉禅心里估算了一下,瞬间便得出了结论。 庆修笑了笑,心中早有预料,自信地说道,别看现如今满盐的如此多,终究只是范盐高峰罢了。 等过段时间便好了,说到底,还是咱们的盐品质太好,价格太低。 忽然,他顿了顿,意味深长道,不过,除了陛下筹备的这四千万斤细盐外,不还是有三千万斤盐吗? 李玉禅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之后,顿时明白过来,脸上满是敬佩地看向庆修。 笑盈盈道,夫君太坏了,就看他们什么时候上门。 庆修笑着点头,会的,用不了多久。 昏暗的客栈厢房内,烛光早已熄灭,房间里明显能听到几道呼吸声,却没有一个人去点亮烛火。 楼下大堂传来些许声响,估计是从盐铺买盐回来的掌柜的和伙计们清点盐库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欢天喜地的交谈。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不尽相同,显然这句话很适合在场的五个人,五个从山东而来兴致勃勃,雄心满怀的盐商。 嘿嘿,都说说吧,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才好。 终于在良久的沉寂当中,有人受不了这种气氛了,于是乎第一个开口了,可从语气中听出,对方心中也是无比绝望与悲观。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准确来说,携带来的雄厚的家产,回不去了。 为了打入关中盐市,为了这次与郑国公庆休的交易,他们付出了很多,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甚至抵押了他们祖产的一部分,或多或少。 其中最惨的,还是坐在靠窗位置的那个胖子,他的损失最大,风险承担能力也是最弱。 很可能未来山东盐商都没有叫赵谦这好人了。 张桃似乎从早上的混乱和打击中恢复过来,声音有些嘶哑,语气中更是充满着愤愤不平。 不行,我们必须要个说法,我买了五百万斤的盐,三百万罐,不能就这么打水漂了。 你才五百万斤? 呵呵,我后院马车上还放着一千万斤呢。 为了这六百万罐,我连家产都抵押了。 赵谦的声音紧接着响起,几人抬头看去,原本油光满面的胖子,脸色惨白失色, 看得出这次长安城严氏的变化对他造成的打击游在其他人之上。 他愤愤地咬牙,在几人的目光注视下,狠狠地一拳砸在桌子上, 心中无比愤怒和已经难以置信,怎么能这样? 严氏不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好的戏言只卖二十文一经? 他们哪来那么多的戏言? 难道这天底下还真的有跟前过不去的人吗? 此时此刻,胖子赵谦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疑惑。 当然,其他几位心中也是如此,甚至尤为更甚,包括那个刚从昏迷中醒来, 身子似乎还有些虚弱的阳宫,一直以来都无比自信能将一切变化都掌握在手中的阳宫, 这次他们彻底失算了呀。 其中一个人深呼吸口气,带着不确信的语气,忽然出声道, 要不,要不去报官吧? 这件事总归需要给我们个说法。 我们损失了那么多钱,报官有什么用? 那个庆修可是大唐家风的郑国公。 你觉得雍州府敢受理咱们的报案吗? 再说了,从史之中都是你请我愿,人家也没逼我们。 还不如想想怎么去阻止那些盐铺建价卖盐呢? 另一个盐商也是插话道,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奈和愤恨, 我就不信了,他们手上真的有那么多盐。 到时候,等他们盐卖完了,咱们就把手里的这些盐高价抛出去了。 对于而言,这似乎是一种不是办法的办法, 可终究现实还是没走到这一步。 他们心中还抱有某些期待,甚至是妄想, 这让现场的气氛更加凝重和沉寂起来。 嗨嗨,不要想了,那些盐铺手里有很足够的盐, 很多盐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剧烈的咳嗽后,杨公略显苍老了一些的面容, 满是苦涩和无奈,同时眼眸深处带着不易察觉的愤恨。 他抬起头来,看向桌子旁的其他人, 带着肯定的语气反问道, 难道你们就没察觉到吗? 今天这大半天来,从那些盐铺流出去的盐有多少? 雍州府有没有派遣人去制止那些盐铺,扰乱言士? 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提出, 其余四人纷纷沉默下来。 今天的雍州府衙门似乎格外的平静, 甚至对于盐铺建价出售如此精细的盐也竟有刚开始时的慌乱, 却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 以及,从早上到现在,随着盐铺的不断开张, 不断有百姓们急匆匆地抱着满满的盐带回家。 二十文一斤的价格多么低廉, 连乞丐都能揣上一斤半斤。 一直到现在, 整个长安城至少有上千万斤细盐流入百姓家中了吧。 细细一想, 在场几人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 死! 至少上千万斤的消耗依旧不见底, 更何况之前还刚交付给了他们三千万斤。 那些盐铺哪里的那么多盐? 为什么钉那么低的价? 还给不给我们个活路了? 他们手中到底有多少盐? 这是他们从早上到现在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杨公深深地叹息一声, 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这是一场陷阱, 特地针对我们的陷阱, 主谋就是那个在我们看来乳羞未干的主谋镇国公。 甚至还包括陛下, 此话一出, 这位带有明显山羊湖标志的老盐商似乎更加苍老了一些。 这是我们自愿的交易, 不管利益得失都是我们自作自受, 都怪我们过于贪婪了。 他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看得出他现在很是颓败。 那也不能白白地坑, 我们的钱。 只要我们不同意, 他们一立盐都别想卖到山东去。 张陶纷纷地站起来, 语气中满是坚决和狠辣, 除非他愿意把这些盐按原价买回去, 并且让我们也加入。 赵谦似乎也放下了某种底线, 也恶狠狠地说道, 对, 不能妥协, 盐价这么低, 我们拿什么赚钱, 不该这么低的。 这都是钱啊。 一想到那么好的盐, 二十文一斤卖出去, 他们就感觉心里再低些。 哼哼, 当初和郑国公做生意, 是你们主动要求的, 现在又要反悔。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你们就不要想了。 阳公比他们更加现实。 那我们怎么办? 张陶伸出手指向后院的位置, 冷冷地说道, 二十文一斤卖出去, 我宁愿倒进水里, 建家卖出去, 想都不要想。 有人想要服软了, 话语软和下来, 甚至都快哭了。 你们说, 我们主动向郑国公要个活路怎么样? 三百万罐, 可是我卖了半辈子盐才攒下的。 这要是没了, 这该如何是好啊? 哼, 要去你们去, 反正我不去。 另外一人嘴硬道, 一想到当时意气风发的买来盐, 还暗自嘲笑庆修的短视和胆小, 现在想来无比讽刺。 可这种强硬的语气, 依旧不能打消他们必然妥协的事实, 他们现在已经卖不出盐了, 除非他们愿意二十文一斤卖出去, 但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 气氛又渐渐消沉下来, 只剩下阳公一个人的咳嗽声, 还在房间里回荡着。 不管是妥协还是冲动的想法, 都安静了下来, 这些盐商还在考虑着得失, 若是今天没有讨论出个结果, 那这个利益小团体, 就会分崩离析。 要么自不量力地去阻止如今严实的变化, 要么上门妥协, 没准人家现在就等着他们送上门去呢。 两久过后, 似乎默契又在他们几人之间占据了上风, 只听到不知道谁深深叹息一声, 杨公短暂犹豫, 而又颓然地开口了。 明日, 我们再拜庆福, 希望能收回多少是多少吧。 张桃心有不甘, 欲言又止,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暴露我们的弱点? 呵呵, 再迟一下去, 我们手里的言就会越来越不值钱。 杨公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中响起, 实则生变, 这场和郑国公的比拼中, 我们已经输了。 不确信的是, 严氏的变化是一时地对付他们的办法, 还是将来一直持续的现象。 第二天, 这一夜对几位严商看来, 似乎格外漫长。 与之相反, 庆修在李玉禅的服饰下, 反而觉得夜晚转瞬即逝, 毕竟自己还年轻, 稍加运动过后, 以及某些疲惫后的闲者时间后, 天就亮了。 他在庆府迎来了几位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前一天还欢天喜地地拉着盐离开, 现在又沮丧地拉着盐回来。 老爷, 他们来了。 庆修点点头, 挥挥手让门房老刘离开, 揉了揉脸, 撕损着待会该用什么表情来对待这些老朋友。 是时候该演好这场戏了。 很快, 他见到了一日不见的几位严商, 看起来他们憔悴了许多。 想来也是, 仅仅就这一天不见的时间里, 他们经历了大起大落, 人生就是那么艰难且曲折, 不见如隔三丘的感觉。 他们看向庆修的眼神中满是复杂, 夹杂着愤怒, 无奈和不解等等。 却不知道为何, 庆修的脸上似乎也带着不满, 也不知道他这是在针对谁。 郑国公, 我们想要个说法, 为何严实出现如此大的变动? 在短暂的沉吟后, 杨公斟酌好了措辞, 站起来对庆修拱拱手道, 那些明明质量一样的戏言, 您之前卖给我们的时候是六百文一金, 可昨天严实的价格是二十文一金, 我们不是要苛责您, 只是, 只是想要个说法。 哼, 把自己带入到受害者的情景了吗? 庆修心中暗暗冷笑, 这些言商果然和那些纯粹的商人没什么区别, 心中暗想着, 他眉头紧皱, 眼神凌厉地看过来略带着不满, 怎么, 你们是在怪罪本国公? 说话的同时, 庆修的目光在他们几人的脸上徘徊扫逝了一遍, 几人诚惶惚恐, 赶紧连说不敢, 但且不说庆修正国公的身份, 就是不知道何时出现在周围的二狗子和栓子等, 恶狠狠瞪着他们的家将, 也让他们不敢对庆修造次, 周围杀意十足的目光, 让他们心惊肉跳的同时, 不得不对庆修报以讨好的笑, 让他们知道, 正国公可不是他们能轻易拿捏的, 更何况还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庆修满意地点点头, 似乎宽容大度地容忍了他们的造次, 挥挥手让家将们离开, 这才神色缓和地说道, 这次是个意外, 别说是你们, 连本国公都没办法。 他语气中充斥着满满的无奈, 哪怕是从他咬牙切齿的表情中, 也能窥探到许多。 对于他的说辞, 严商们自然是不幸的, 但还是听他慢慢道来, 其实, 这本就是个大阴谋, 利用本国公和你们之间的交易。 严商们心头一动, 没有说话。 庆修似乎并不在意, 继续缓缓说道, 陛下早就知道, 本国公与你们之前的联系, 你们也知道, 盐铁皆是朝廷把控, 你们想进入关中泛岩市场, 难度不小。 但后来, 本国公发现了一座细盐矿, 让我与你们山东盐商, 有了交易的可能。 本来事情很顺利的, 但谁也没想到, 在发现, 那座细盐矿的时候, 不知道哪里走落了风声, 让陛下知道了。 忽悠, 讲述到这里, 庆修的表情有些愤愤不甘, 谁也没想到, 陛下居然派人占了那座细盐矿, 这让本国公实在没办法, 随后朝廷家派人手挖掘这座细盐矿, 到头来发现, 本国公手上的细盐, 除了攻击你们, 都所剩无几, 如若不然, 谁会跟钱过不去? 哎, 对于这个借口, 他们信, 可他们不得不信, 毕竟他们实在想不到, 这世上, 难道真的有人跟钱过不去? 除非庆修真的是那种舍己为人, 甘愿放弃无比巨大的利益而, 剑驾售卖戏严的人, 可经过他们的考虑和观察之后, 他们并不认为庆修是这样的人, 赵千心头一动, 胡一道, 郑国公的意思是, 您也是受害者, 庆修十分自然地贪贪手, 点头道, 很显然, 本国公也不能置身事外, 难道郑国公在这三个月的时间内, 就没察觉到, 没察觉到某些异样吗? 张桃忍不住询问, 脸上有些栖栖然道, 咱们只是些小伤犯而已, 陛下也不至于注意到咱们吧? 小伤犯? 庆修眉头一抖, 嘴角微不可查地撇了撇, 单单你们交易的钱财就超过了国库, 甚至当时的李二都激动得一宿没睡, 这还只是当时交易钱财的一半, 就这, 还自称是小伤犯? 大白天坟头烧报纸, 糊弄鬼呢? 对对, 张老板说得极是, 另一位言商也跟着赞同起来, 我们就是一些混饭吃的小言商而已, 犯不着吧? 庆修微微一笑, 看似赞同却不表态, 对此就像是视而不见, 庆修贪贪手,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管如何, 严氏的变化不是咱们能改变的了, 说着, 还是很配合地叹息一声, 充满了不甘的意味在里面, 在场几位言商自然是察觉到了, 于是纷纷对视一眼, 随即杨公忍不住开口道, 郑国公敢问当今严氏变化是一时的, 还是从今往后都是如此, 严氏今后都是这个价格的话, 那他们可就真的没有丝毫翻身的机会了, 杨公摸了摸山羊湖, 用着些许紧张和期待的语气试探道, 总不可能今后严时都这样吧, 那盐矿不能总是细盐吧, 听到这话, 庆修心中忍不住笑了, 看来他们还真的信了当初忽悠的细盐矿, 放下心中胡思乱想, 庆修无奈地说了一句话, 泯灭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将他们打入绝望之中, 恐怕是这样的, 那座细盐矿到现在都还在产出源源不断的细盐, 怕是还能产出更多的细盐, 在其中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一样, 不得不说, 在演戏这一块, 庆修还是有很高天赋的, 起码这些盐商们似乎真的相信了他的话, 这样看来的话, 接下来就好忽悠他们进陷阱了, 那我们手里的那些盐怎么办? 赵千彻底慌了, 完全没有当初一口气定下一千万斤细盐的壮者豪情, 如今营绕在他心间的事, 无边的压力和心痛, 眼神中满是祈求道, 郑国公, 您可不要见死不救啊, 我们手里的盐, 好歹也是从您手里买来的, 您这, 我可是变卖了家产, 才凑足六百万贯银钱的, 眼前这个大富贫贫的胖子都快哭了, 一想到手里刚买来的白花花的戏盐变不成银子, 心中无比悔恨, 与我何干? 不是本国公见死不救? 庆修挥了灰衣袖, 面色僵硬了许多, 看起来对于赵千抱着些许怪罪的态度, 出其恼怒, 他冷冷地看向在场其他人, 毫不客气地说道, 既然我们之间已经交易了, 这一切都是公开公平自愿的, 本国公并未逼迫你们, 现在赔了钱, 可别来到本国公身上, 大不了, 你们自己拉回山东去卖, 哼, 送客, 看样子, 确实最近郑国公的心情确实不好, 几位言商赶紧告罪, 赵千也惶恐地攻身拱手, 郑国公息怒, 刚才的话多有得罪多有得知, 还请郑国公不要放在心上, 我只是, 只是鬼迷心窍了, 并没有丝毫怪罪郑国公的意思, 阳公也站了出来, 姿态摆得很低, 还请郑国公息怒, 他暗暗瞥了眼赵千, 后者也回了个眼神, 没办法, 庆修已经是他们能想到最后的一个办法, 至于把言拉回山东, 估计还没等那边的言迈出, 来自长安城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估计还得搭上运费的消耗, 他们可不傻, 哼, 这样最好, 庆修顺着台阶下来, 并没有发作起来, 赶他们出去, 主要是他担心眼的泰国, 真吓走了他们怎么办, 微微呼出口气, 看着言商们恳求的眼神, 庆修满脸纠结,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两久之后, 才缓缓说道, 不是本国公不讲情面, 那三千万金戏盐, 确实是本国公卖给你们的, 自然本国公也有责任, 几位言商们眼睛一亮, 他们想听的就是这个, 嗨嗨, 清了清嗓子, 庆修接着摊开手说道, 想来你们也知道盐市上的价格, 二十文一金, 这个价格连不少黑市的盐铺都关门了, 当然, 有朝廷出面, 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 这话一出, 盐商们失望无比, 这话已经给当今戏盐的价格定性了, 纵然心有预料, 还是失望无比, 赵谦哀求着出声道, 难道,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郑国公, 明去向陛下, 赵老板不必多言, 郑国公有自己的难处, 还是别为难郑国公了, 杨公出声打断了赵谦的祈求, 对此庆修心中也没有丝毫动摇, 这些盐商在赚钱的时候, 无比贪婪而不满足, 可到了即将亏损的时候, 却又表现出楚楚可怜, 却丝毫也无法动摇他心中的看法, 用前世的话来说, 这几位盐商都是投机倒把的投机分子, 一点都不值得可怜, 本国公说的是实情, 毕竟陛下早已关注, 庆修无奈地摇摇头, 接着又真假参半地说道, 就连本国公宪如今也是自身难保, 仅存下来的那些戏言, 也必须在三十文以下, 说着, 他朝外招了招手, 很快二狗子拿着一份东西进来, 交到庆修手上之后, 临走前还瞪了几人一眼, 吓了他们一跳, 然后他们就看到, 庆修摊开那张纸, 将上面的信息明明白白地展示给他们看, 这是昨日陛下刚修订的律法, 已经经过了三省六部的流程和审, 纵然消息还没透露出来, 可想来对于你们来说也一样, 这则消息一出, 在场几人顿时面如死灰, 原本心中可能还仅存着一丝的希望, 现如今彻底绝望了, 在为亲眼目睹品质上好的细言剑价出售之前, 他们是不相信的, 因为这则律法修改的条件不足, 即便是最低品质的粗言价格也不仅如此, 可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 细言真的有那么便宜, 这道律法上说的是真的, 朝廷忽然要控制言试价格也是真的, 不要灰心, 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时候, 就在这时, 庆修的声音接着响起, 犹如天籁之音一般, 庆修英荣笑貌在他们眼中更是充满了希望之光, 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 庆修很是随意地摆摆手, 本国公知道你们的损失很大, 这件事本国公也有错, 郑国公多虑了, 我们没, 庆修伸手拦下了对方即将要说出口的话, 无所谓的摇摇头, 说道, 严是行情不能再变, 陛下已经拟定新的律法, 严价行情三十文的价格确实不能变, 庆修笃定的语气, 让这些严商顿绝五雷轰顶, 如果是这样, 那家里几代人积攒下来的家业, 可就彻底赔了个底朝天, 到那时, 家里的钱仓会比大姑娘的屁股还干净, 不过, 庆修嘴角带着一丝鸡笑道, 你们想要回一些本钱,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几人迫不及待将期待的目光投过来, 庆修已经是他们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只是很可惜, 庆修并没有想要救他们的打算, 甚至连他手中那九百万冠的差价, 他也不打算付出, 凭本事赚的, 自然没有还回去的道理, 庆修微微汗手, 十分淡然地说道, 趁着现在还有人买你们的盐, 赶紧把盐卖出去, 没准还能回些本钱, 等朝廷彻底掌握了细盐提取的手法, 并扩大规模, 到时候, 人人都能吃上上好的细盐, 而他们手上囤积的那三千万斤细盐, 只能烂在手里,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庆修话音刚落, 赵谦就挺着肥胖的身躯站起身, 怒气冲冲地甩了甩袖子, 十分果决地喊道, 就算是把这些盐到进水了, 也绝对不可能渐将卖出去, 作为一个从事范盐, 并习惯以低成本, 攫取大量利益的盐商, 是绝对不可能, 用花费了六百万罐买来的一千万金盐, 以二十万罐的价格卖出去, 想来其他几人也是如此, 从他们脸上坚决和激动可以看出, 那就不关本国公的事了, 那些戏言现在是在你们自己手上, 而非本国公的手上, 能否卖出去也不是本国公该关心的, 庆修语气开始冷淡下来, 当初有的赚就拼命买, 现在亏了就求上门来,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还请郑国公息怒, 只是这个价格确实不是我们能承担的, 当时我们从您手上买的价格是六百万, 杨公说着语气一顿, 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坐在守卫的庆修, 接着带着几分哀求说道, 能否请郑国公给个活路, 稍稍降低些价格, 买下我们的盐, 庆修暗暗冷笑一声, 直接打断他的话问道, 那么, 你们打算用什么价格, 把手里的盐卖给我呢? 杨公和其他几人对视一眼, 连赵千也默默地坐下来, 和他们一起小声商讨, 一阵商讨过后, 杨公露出几分稍稍自信的笑容, 我们商量好了, 以五百万的价格如何, 至于之前六百万想您买的钱, 就当是给郑国公的孝敬, 我们和郑国公始终都是一起的, 赵千等几人也是面色缓和了一些, 点着投影盒, 一副你赚了大便宜的模样, 看到这一幕, 庆修笑了, 眼神中满是讥讽, 拒绝道, 五百万的价钱, 真是好大的便宜啊, 杨公面色微变, 刚要开口, 庆修先一步出声道, 二十文一斤的盐要本国公五百文一斤的价钱买下, 你们怕不是把本国公当傻子了吧? 几个盐商面露不喜, 赵千更是皱着眉头问道, 忘了,这些盐可是郑国公卖给我们的, 我们只是拿回本就属于我们的钱, 事到如今庆修也不再跟他们装了, 直接了当地说道, 从你们运走这些盐开始, 这里就从来没有你们的钱了, 不论你们是赚是亏, 都与本国公无关, 若要继续胡搅蛮缠下去, 别怪本国公不客气, 话音落下, 他冷哼一声, 目光紧紧盯着他们, 你, 赵千奇的浑身发抖, 肥硕的身躯颤颤巍巍, 其他几人脸色更加难看, 眼神让他们理智下来, 不敢出言放肆, 郑国公说的是, 是我等冒犯了, 忽然, 阳公脸上的难堪如同冰雪般融化, 转而一脸笑容的拱拱手道, 先前是我们失礼了, 请郑国公恕罪, 阳公, 你, 张桃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伸手拉了他一把, 可后者不予理会, 反而阳公脸上的笑容更甚, 与其缓和地说道, 郑国公说得极是, 身为商贩自然要有小商贩的觉悟, 是转是陪我们早该有准备的, 庆修静静地看着他, 心中带有狐疑和不解, 莫非这老头是被气傻了不成, 刚才要死要活的, 现在反而一脸和善, 被庆修一脸莫名地看着, 阳公也知道这个转变太过生命, 轻壳一声道, 嗨嗨, 方才都是误会, 还请郑国公不要放在心上, 这是自然, 造成如今的状况, 本国公心中也有愧疚, 庆修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一个字也不幸的话, 既然如此, 那我们今日就告辞了, 阳公无视一同几人不断抛过来的目光, 笑着拱手道, 还请郑国公给个机会, 让我等设下宴席, 也好为今日冲动赔礼道歉, 希望郑国公能给我等这些小商贩给兵士前嫌的机会, 看得出对方一脸的真诚, 只是这副表情下有多咬牙切齿, 那就不得而知了, 哪怕是近乎撕破脸, 也还没真的撕破脸不是, 庆修随意地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朝外面喊道, 送客, 目送他们几人带着不甘不解, 还有愤恨离开, 庆修对此毫不在意, 有什么阴谋诡计就使出来吧, 离开庆府一段距离, 几个言商一直沉默着, 赵谦第一沉不住气, 目光质疑道, 阳公, 方才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向那个矛头小子低头, 明明是他骗了我们的钱, 我们的钱, 不, 哪里有我们的钱, 那是庆修那小子的了, 阳公冷笑一声, 看向其他几人, 吃笑一声道, 从始至终都是陛下和庆修的陷阱, 我们还傻乎乎的一脚踩进去, 刚才我若是不这么说, 你们觉得我们能踏出庆府吗, 赵谦沉默下来, 张桃几人欲言又止, 缓缓说道, 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 算了, 当然不可能, 不能这么算了, 阳公眼神中充斥着阴狠, 表情争鸣不已, 声音嘶哑着说道, 谁也不能骗我们的钱, 我要让庆修付出代价, 张桃吓了一跳, 下意识放低声音, 十一道, 你疯了, 那可是朝廷清风的郑国公, 要让朝廷知道, 咱们都得死, 这时, 赵谦冷哼一声道, 郑国公又怎么样, 谁也不能白白拿我们的钱, 小心一些, 不会有人查到是我们干的, 另一个人插话道, 可是, 庆修真的会来吗, 在庆府, 我们可对付不了他, 杨公恶狠狠地说道, 那就引他出来, 张桃见他们越说越离谱, 忙敲了敲桌子, 看了看四周, 别说那没边的话, 你们知道庆修与皇族的关系, 动他是要灭族的, 无论你们派谁出手, 都担不住这个罪责, 不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一旦把我们供出来, 几个人目光都集中到张桃这里, 杨公又说道, 那这口气, 我们如何咽得下去, 就算庆修此刻就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少一吻, 张桃摇着头, 所以, 当下最要紧的是减少损失, 别在长安折腾了, 赶紧把手头的金盐处理掉, 看外地什么地方能卖的赶紧卖了, 赵谦叹了口气, 晚了, 消息早就发出长安, 谁还愿意买贵的盐, 那么, 我们的目光就看向大唐之外, 能卖多少卖多少, 张桃还算理智的, 现在他们紧要的并不是对付清修, 在浪费了这个时间, 天下严价都定下来, 他们就真的砸手里了, 趁着这个时间, 能坑一个是一个吧, 其实, 往山东去的消息, 他们还是能截住的, 包括北方高丽, 以及新罗百计, 张桃又压低了生意, 往东还有窝国, 往南走有战城, 卖给他们, 或是直接跟他们换东西, 如果没东西, 那就换人, 换人? 没错, 我已搜罗多年, 养了许多的新罗币, 这又是一笔好生意, 众人目光看向张桃, 纷纷点头, 对啊, 生意还可以灵活地做, 想尽一切办法, 把积压在手里的金盐卖出去, 有矿产的换矿产, 有粮食的换粮食, 虽然有点难为他们这些严伤了, 但损失总要补回来, 哪怕换点昆仑奴新罗币呢, 张兄, 换养新罗必能得力, 能, 新罗与百计高丽连年大战, 民间流离失所的女娃, 可多的是, 对他们而言, 女娃是负担, 长大也不能重地打仗, 所以随便就能把人换到, 张桃压低声音道, 这也不是在下先走的路子, 不过, 那些女娃换回来还得交, 使其能哥上午伺候主人, 他们都吃苦耐劳, 能卖高价, 最为重要的是, 他们了无牵挂, 甚至能培养, 成为死士, 你们知道, 男人的弱点是什么吗? 几个人微微点头, 露出了然的神情, 杨公好奇地问, 可我们现在才去训练, 岂不是晚了吗? 张兄手里可有县城能用的, 有, 你们放心, 我会给郑国公挑选最好的, 不能让张兄独自承担, 要钱财物资, 我们也算一份, 他们打的算盘不可谓不惊, 男人最懂男人, 新罗币家也不在大唐, 新罗目前仍处于人命如草芥的时代, 花点钱就能买到一条命, 再说, 他们盐商不是有经验吗? 所以罪则谁来担也不用考虑了, 该灭口就可以灭口, 又不是大唐的百姓。 而此时, 黎二的计划还没有完全落定, 庆修继续献策, 御前作对。 陛下, 为防止挤兑, 官员出售当以户籍登记, 起码暂时不允许多囤积。 何为挤兑? 就是价格猛然跌到白送一样, 百姓就会争先恐后购买, 导致库存空虚, 然后他们囤积的就能卖高价, 若是引发挤兑, 经验产量是不够的。 黎二微微点头, 这个道理他懂, 因为严价降得太夸张了。 虽然本意是好的, 但架不住民间的忧患意识, 来个全民参与囤积, 那再多的库存也不够, 结果是, 这个价还得升回去, 对李世民的声望也是巨大的打击。 有理, 你坑了人家那么多钱财, 银伤不会给你几眼。 不至于吧, 在陛下的长安城, 天子脚下还能出什么事吗? 再说了, 大唐的郑国公还压不住他们几个商人。 古代任何时候, 商人地位都不高, 圣堂好点, 但也不高。 庆修还真不信自己能被几个商人弄了, 他们还没到跟自己拼命的时候。 防患于未然吧。 你这驸马要是出点什么事, 朕的脸面也没了。 陛下, 他们还没到狗急跳墙的时候。 狗急跳墙? 他们甘心。 陛下, 他们当务之急是要把手里的金盐处理掉, 越往后, 他们越亏。 庆修对这个还是很有把握的, 不过狗急跳墙不就是出自唐朝典籍吗? 李世民现在还不知道, 李儿又听不明白了。 那你说, 他们该如何处理? 哪里还不知道降价的, 就往哪里迈啊? 你是说, 新罗百纪等国? 对, 那些不和大唐接壤的藩国, 他们现在就得抓紧时机了。 李儿又摇头, 那些小帮, 吃得下三千万金盐。 请修笑道, 二十文一金是他们最后底线, 但凡超过这个价, 对他们来说, 能加一文就好一文, 能卖掉多少是多少。 那么这些小帮, 哪来的什么钱才高价买他们的金盐? 蚊子再小也是肉, 陛下, 再说了, 他们不换钱, 只换一些土特产什么的, 转手到大唐一卖, 也能回不少本钱。 李儿又在想, 这些小帮能有什么土特产呢? 他们又不是大草原, 还养着大量牛羊以及两马, 这些都是中原缺少的东西。 此时, 房玄陵求见, 陛下, 新罗使团抵达长安, 是否要见? 庆修觉得奇怪, 这批大典是, 用得着房玄陵宰相出马, 先跟李儿通知一声, 来就来了吗? 没有红路四招待吗? 李世民居然还认真想了想, 问房玄陵, 国书上有什么说法? 说是, 带来了数百年轻美貌女子, 请求通婚。 还有呢? 还是球员, 说是高丽阻断了他们朝贡之路, 这使他们的使团数次遭劫, 庆修这回明白了, 是出兵打高丽的事, 怪不得要先通气呢? 因为这是个敏感话题, 皆因前朝, 因为灭高丽之战拖累, 有了前车之剑, 李儿如果贸然在朝会上说这事的话, 那肯定招致百官的反对。 他是要学前随的随阳帝吗? 那问题在这里, 李儿到底想不想打高丽? 庆修不会分析那么多, 只从结果看。 高丽, 后世称高沟黎, 自建立时起就在大汉制下, 属于基迷藩属, 那块半岛就一直在打, 没停过, 与新罗百计争雄, 而高丽实际上已经制霸了半岛, 新罗百计都曾经是依附的关系, 随朝出现新罗就开始求助。 随朝打, 唐初每一代皇帝都打, 一直打到灭国, 人口也尽数内千。 按照这个发展来看, 李儿是想打的, 问题是随阳帝前车在那里摆着, 李儿要是提这个, 朝堂上肯定大惊小怪, 人家百万大军都打不下, 您老还是别整活了, 大唐需要住好根基啊。 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 不可轻动, 房玄龄这话等于没说, 太稳了, 到底打不打? 他知道李儿想打, 劝也没用, 而且房玄龄自己也认为应该打, 但这是不能让他来说, 一旦失手骂名是担不住的。 所以, 李儿又找了现场的冤大头, 郑国公, 你也来说说应当如何? 嗯, 陛下, 陈以为通婚之事无所谓, 反正以后, 窝人也会派女人来, 多的是, 他们缠的不过是我大唐人众, 福泽万帮, 也是我大唐男人应该做的, 郑说的不是这个, 小子, 郑知道, 你滑头, 不可能听不懂。 啊, 那是哪个? 新罗女王求援的事? 庆修如梦初醒, 对于新罗的遭遇, 陈也有所耳闻, 高丽人确实不厚道, 不过他们之间也没少打仗, 大大小小连续不断, 打了很多年。 李儿大怒, 你说的这些, 郑都知道, 问你态度呢? 陈的态度吗? 我洋洋天朝, 是爱好和平的。 啊, 主不可怒而兴师, 将不可运而至战, 明君甚之, 良将谨之啊。 好家伙, 你这是教训起阵来了, 学得未争? 庆修说这话, 确实有点太便宜了, 不要钱似的能一直说, 而这些警句, 通常没有现实的意义。 嗯, 孙子兵法这么说的, 那要怎么样, 是否对得上现在的形式? 摆了一套假大控, 李儿还非要庆修给个答案了。 正问你, 既然新罗王求援, 那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当然不能, 新罗朝贡之路被堵死, 这是对我大唐的不尊重。 新罗既然向往我大唐, 那朝贡之路就绝对不能断了, 否则其他小弟怎么看, 陛下又怎么服天下邦国之心? 那你倒是说啊, 该如何应对? 陛下, 应该派遣使者, 拿着圣旨前往高丽, 谴责他。 庆修说的一份填膺, 最后居然是外交解决, 又是派使者去谴责吗? 那还是等于没说, 没有挠到仰处, 要不找掌孙无忌来。 郑国公, 只是前使斥责。 那当然, 我大唐是讲规矩的, 物为言之不欲言。 李二眼皮一跳, 哦? 郑国公的意思是, 得有个借口。 庆修摇着头, 陛下, 您说话可太实在了, 这里不是朝会, 你说的实在点, 怎么让百官答应? 当然由陛下来说, 实际也会出现的, 陛下莫及, 百官所反对的, 无非是劳民伤财, 只要能避开这一点, 他们也说不出什么话, 不过陛下还是要耐心。 李世民打高丽, 跟隋阳帝是不一样的, 没有大动干戈。 兵援少, 后勤压力小, 军队素质高。 可以说李世民在长安动员的, 是一支志愿军, 没有指派谁, 而是军人自愿前往。 这也是李世民后来能说服百官的关键。 但庆修觉得还是草率了, 虽有战果, 但没有在李世民这一招解决问题。 李二还是很气恼, 这小子要跟他继续打太极了, 还是没有明确说法。 那你们二人心里明白就行了, 这封国书正拿到朝会上异议。 庆修跟着房玄陵从那殿出来, 没想到那兴罗使者就等在宫门口了。 你先到红禄寺歇息吧, 陛下太忙, 等朝会再见。 房玄陵一挥手要把人轰走, 反正这是礼部的事, 他不管了, 之所以先来问一声, 也是为了在朝会上跟李世民有默契而已, 他又不是魏征。 然后跟庆修打了个招呼, 郑国公老夫就先回去了。 房乡客气, 房乡请那使者也不敢说什么, 小眼睛盯着庆修就凑过来了, 尊驾是大唐郑国公, 庆修对他一皱眉, 你还知道我? 如雷贯耳, 瞎说的吧, 他这口音怪异, 跟大唐也隔着海呢, 陆地上是要经过高丽地盘的, 也知道庆修吗? 反正庆修是不太信的, 这不过是临时抱佛脚, 有枣没枣打三杆, 但说实话, 也有点眼力, 这么年轻的国公一看就很有前途。 你是有什么事吗? 我使团带来兴罗幽选的侍女, 国公要不要选几个长长仙? 好端端的, 我要你的人干嘛? 这, 他们都接受宫廷歌舞教导, 还可以做粗活, 完全可以当奴婢使欢, 那还是有用的吗? 他是没听懂庆修的话, 这是人, 直接当成奴隶送来送去了, 庆修当然不太习惯, 虽然大唐不是没有奴隶, 但那不是正常百姓, 要么是俘虏, 要么犯了事。 这可是使团带来的女人, 应该不算新罗币吧? 看来以后兴起的新罗币, 风潮, 就是他们自己先搞的, 没办法, 土地平级也没什么特产, 只能林选美女过来搞公关了, 倒也符合他们后世的作风。 本国公没兴趣, 你找别人去。 这, 请给再下一个机会宴请国公, 让国公看看我们新罗美人排演的歌舞。 庆修犹豫了, 当然不是听说美女就走不动到, 没那种事, 而是因为李世民总要发兵的, 而这一次能不能干净利落地解决高丽呢? 就别等到下一任皇帝了, 直接一点。 既然庆修有这个想法, 那新罗人就不能不接触。 李世民要借口, 他们得创造一个出兵的借口啊, 以后需要他们配合的地方还很多, 所以跟他们接触还是有必要的。 这里是大唐的长安, 你还宴请本国公? 大唐虽然是上国, 我新罗也有独特风情, 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什么低贱女奴, 还有圣谷出身呢? 圣谷? 庆修面露疑惑, 圣谷是个什么玩意儿? 圣谷? 庆修微微一顿, 所谓圣谷便是指三寒之地的三大贵族血脉。 这三大贵族分别为金、普、西, 而今的新罗女王金圣曼便是金家士族出身。 这新罗为了能抱上大唐这根大腿, 竟然还把真的贵族宗室之女送来作为奴婢了? 哪怕是后来李二满世界派公主和亲, 那可都是随随便便提拔一个宫女, 赐予所谓的公主之名啊。 新罗使者看到庆修略有停顿, 还以为是他开始行动, 连忙凑上前压低生意。 我新罗女王仰慕大唐泱泱大国, 哪怕是宗室贵族之女, 若是能够入大唐为奴为婢, 也是三生有幸啊。 若是能够得以服侍如庆国公这般大人物, 那更是实侍也修不来的福分。 庆修知道新罗使者不可能说谎, 这新罗人拼了命的巴结大唐, 绝不可能敢在这件事情上弄虚作假。 说是圣谷, 那必然就是圣谷了。 你们新罗女王还真是够实实物的。 庆修随口道了一句, 不过他心里是起了些许的兴趣。 若是新罗的皇室宗亲之女, 那必然样貌也是一等一的角色。 还请庆不公先随我来, 品鉴一番吗? 若是哪个能够被您看上, 哪怕只是共度一宿春宵, 那此女日后也是, 我还有事。 而且接待你们这些国外来客并非是我的责任。 还没等新罗使者把话说完, 庆修直接起身离去。 您等等, 哎,新罗使者有些懊恼, 他今天不知是吃了多少次闭门羹了。 这时, 一名侍从随后走来, 面有难色地在新罗使者耳盼低声几句。 才这么一会儿就忍受不了了, 一群没用的小蹄子。 老子为了把这些小蹄子送出去, 不知吃了多少白眼, 让他们好生后着。 新罗使者勃然大怒地数落, 把刚才在心里憋的所有火气, 全部都斥责在这个随从身上。 是是, 随从哪里还敢多说, 唯唯诺诺地退后。 此时那些自心罗来的婢女们, 正在宫殿之外, 苦苦等候许久。 已经不知是几个时辰过去, 非但滴水未尽, 还要一直端庄姿态, 忍受骄扬。 这哪里是一群年方二八, 娇嫩柔弱的少女们, 可承受得了。 庆修刚走出宫殿, 他便已经探查到那些等候的可怜女子们。 少女们虽然都面有眷色, 但仍然掩盖不住各顶各的绝世容颜。 更是那强做校园的楚楚可怜姿态, 喜出具规模的身姿, 娇躯微微颤抖。 那模样着实是让人难以把视线挪一看。 本来庆修只是打算略做观赏, 他本也就不打算和这些新罗女子有任何瓜葛。 却偏偏在这一群女子之中, 有一位容颜惯绝的少女, 将她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去。 不仅仅是因为此女的容貌, 在这百余名花容月貌的少女中出类拔萃。 更重要的是, 此女子恶懦凹凸的体态, 竟有极重的练功痕迹。 那看似朱元玉润的相间下, 机体却在规律的张合如动。 其余的女子们都是神态虚弱, 唯独她依旧是神采异议, 视线还若有若无地横扫过眼前的宫殿。 此女身怀武艺, 并且极其高强。 庆修心中当即下了定论, 她的武艺较理因其而言, 恐怕都难分伯众。 把这么一个武功高强的女子, 色入到敬献给李二贡女当中, 这新罗女王想干什么? 庆修略敢诧异。 送来当保镖这个说辞, 恐怕是连新罗女王自己都不信吧。 新罗女王这是喝了多少假酒, 想过一把刺秦王的戏意。 不过庆修很快否定了这个念头, 她在三寒之地还算得上是个英明雄主。 求和亲的目的是, 为了借大唐之力对抗高沟梨, 怎可能千里迢迢跑来主动找麻烦? 而且她略作观察一番, 这些女子之中只有此人身怀武艺。 那更加可能, 有人违背女王的意志, 在这和亲的队伍中掺沙子。 当然, 不知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 琢磨不定, 庆修暂且不去想此事, 之后还是提醒一下李二小心为好。 打道回府! 那新罗使者等过赏武, 才终于得以在天黑之前得到了礼部的接待。 可即便如此, 也是几名不入流的小官随意招呼, 安排下住所让他们先歇脚。 这些女子, 既然是进贡和亲, 那就先送入后宫后命吧。 接待官们看着那些样貌迷人的少女们, 连忙低下头不敢多看, 并偷偷咽了口水。 开玩笑, 这些女子是要编入宫廷的, 多看几眼, 她也生怕沾上什么亵渎罪。 您且等等, 我们这些新罗来的女子, 不懂得大唐宫廷礼数, 莫不如先让她们在宫外等候一夜。 我等亲自教导她们一些宫廷礼数, 免得粗手粗脚不胜坏的规矩。 如何? 新罗使者十分殷切地笑道, 那随你的便, 你自己安排她们到外面住下吧。 不过, 你可记着, 这些女子若是有一个并非厨子, 让陛下知道了, 后果不必我多说吧。 小官本来就懒得理会她, 不耐烦地叮嘱一句便离开。 慢走, 呵呵。 带官员走后, 新罗使者立刻收起那妇产妹的面孔, 立声吩咐, 把她带来。 不多时, 一个浑身笼罩着黑袍的婀娜身影, 随着下属一同走路。 进入房中, 那身影褪去黑袍, 显然就是白天吸引到庆修注意力的女子, 只是她现在完全没有之前那副和煦温柔的笑意, 取而代之是满脸的冰冷淡漠, 那般绝世容颜搭配上这副如寒冰一般冷清的神情, 竟然更是别有一番韵味。 虽然没有了让人怜惜的小女子之态, 却更加让人有征服之欲。 计划有变, 今日我没把那个瞎子国公引来, 你就不必和他们一起进宫。 留在我身边, 等有机会再接近那个瞎子。 女子冷冷地应了一声, 听你吩咐。 随即, 女子便更换了衣着, 将自己伪装成了使者的随行仆从。 反正名册也没有被使者交出去, 那些女子们一直都没有入宫被清点, 自然不会被察觉少了一人。 进宫, 把那人的画像交给我, 我倒是想今晚就试探一番。 女子更换变装之后, 眼眸中略微闪烁起点点寒意。 新罗使者略有犹豫, 但还是应声照做。 金如真, 我对你十分放心, 但还是切记小心为上, 不可心急。 此事直接关系到主人的大事, 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不急于一晚。 新罗使者交出画像, 仍然不放心地千叮宁万嘱咐。 放心, 女子依旧是话不多, 冷冷的应声。 她就是那个瞎子国公。 看到画像后, 金如真柳叶袖眉微微一条, 眼中些许暗纳不住的惊讶。 今日庆修离开宫殿时, 她也在四下张望时看到其身影。 尽管庆修戴着黑色眼罩, 但仍然难以遮掩其出众的气质, 以及极其俊朗的面庞。 遮住双眼, 反而给她带来了些许神秘独特的气息。 哪怕是连金如真这个冷漠如冰的女子, 都忍不住多看一眼。 此人步伐矫健, 行走时大不留心, 怎么看都不像是目不能视的瞎子。 新罗使者哼了一声, 当久了, 瞎子的人都这样, 习惯了吧。 可惜, 这等男子, 竟然是瞎子。 金如真的一只袖手, 竟然不禁上前抚摸着画像上男子的面庞, 口中还道着惋惜, 但她很快便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重新转变为之前冰冷的面庞。 瞎子也好, 动手更加方便了。 我速去速回。 金如真丢下画卷便转身离去。 夜色, 圆月穿过云层, 荧光洒在府底之中。 庆修和翠玉冉一同坐于庭院之中, 任由月光洒于身上。 因为刚刚过门不久, 翠玉冉还能暂时享有和清修独处的短暂特权。 当然, 那些府底中的娇妻们不会允许这时光太久的。 翠玉冉自己也是清楚, 尽管光阴短暂但却十分享受今晚的月光。 二人在银月下轻声细语, 庆修一双手在那玲珑有致的身躯上肆意横扫, 令得怀中的家人按捺不住的轻声呼唤起来, 如同小兽和伴侣相互而并思摩地轻盈。 夫君, 连天宫都做美, 好不容易你我二人独处的时光都有这么。 翠玉冉忽然意识到自己失言。 在庆修面前夸赞月色, 他又无法亲眼看见, 岂不是在伤他。 就在翠玉冉有些手足无措时, 庆修却轻笑。 确实, 圆月似玉盘, 可惜那些身躯在月上的仙人, 他们自己却无法观看到这般紧致了。 夫君你能看见? 翠玉冉顿时惊讶。 或许是我的眼睛快好了吧? 能隐约看清眼前大致轮廓。 确实是能看见有一轮圆月当空, 不过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罢了。 夫君, 翠玉冉听闻此言却仍然是失落。 他认定这是夫君为了让自己不觉失言而内疚, 故意这么说来哄自己的。 可越是想到这里, 他便越发觉得愧疚难当。 忍不住把小脸埋在了庆修的怀中, 着实无言。 夫君当真是都怪我自己, 怎么这么嘴笨? 还说到了夫君的痛楚。 夫君不会怪我吧? 可若是他不怪我, 我更加无颜面了。 翠玉冉便是如此既惭愧又幸福。 若是你真觉得愧疚的话, 不如今天晚上再稍稍努力点, 把你的几位姐姐都比下去如何。 庆修轻轻拍了拍翠玉冉的预备, 连带着那身姿上丰满的部位也随之微微颤抖起来。 今天晚上一定会好好服侍夫君的, 全当是将功不过。 翠玉冉还真是一脸认真地说起来, 看着后者如此认真地说出这番话, 还真是让庆修莫名其妙地有些心仰。 说得正是呢, 都怪你出言不慎, 我看今晚必须要好好惩罚你一番。 莫不如今晚就罚你, 不可以与夫君共眠, 让我来替你向夫君好好赎罪。 不知何时, 长孙拼婷出现在二人身后, 微微俯下腰带着满脸笑意, 那模样颇为调皮。 不要, 翠玉冉下意识地拒绝了长孙拼婷。 他刚刚过门, 还没享受够和夫君的温存呢。 你倒是很会找存在感啊, 搅扰到我了, 看怎么罚你。 庆修笑盈盈地点了点长孙拼婷的额头。 长孙拼婷吐了吐小舌头, 俏皮道, 莫不如夫君今晚就罚我。 嘿嘿, 你啊, 还真是无孔不入。 嘿嘿, 玉娘姐姐也是托我带个话, 若是崔妹妹不够周到, 今晚倒是可以亲自来教导一番, 庆修听爸似笑非笑地看着一旁的崔玉冉。 后者那粉嫩如玉的面旁, 顿时红润地, 似乎要滴出血来一般, 连忙低下头。 若非是庆修有这一副钢铁身躯, 还真是招架不住众女的热情。 好了, 你们先回去等候我吧, 我很快便去。 崔玉冉的神情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夫君不愿同我一起赏约了。 当然不是, 不过是我想独自散散步, 有些陛下叮嘱我的事情, 还要自己考量一番。 此言一出, 二女再不情愿也只能不舍地离开。 带到二女走后, 庆修将手中的杖剑在地上点了点, 笑道, 新婚燕耳, 家妻不免对我有些依赖, 让你久等了。 现在,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 方便下来一同赏愿。 庆修的声音并不大, 足以让暗中之人听得真真切切。 围墙之上, 那潜伏的金如针顿时心脏漏条一拍, 莫名觉得一阵寒意涌上全身。 自己隐藏得这么好, 甚至连自己都听不到呼吸声, 是如何被庆修发现的。 庆修察觉到了金如针面旁上的震撼, 不由地笑了。 在自己的心眼之下, 没有任何人能够完美隐匿。 他家二女支走, 正是因此。 而且他也早在第一时刻发觉, 此女子正是白天在宫廷中所见的那位武艺高强的心罗贡女。 这女人显然不是来与自己一同赏乐的。 你混入大堂, 不会是为了刺杀我而来的吧? 你的主子是谁? 银色月光之下, 庆修手握着杖刀, 笑意淡然。 那洁白的光辉更是将其出众俊朗的气质, 衬托得如若仙人一般。 哪怕是金如针在这一刻都有些恍然失神, 微微张口呆滞于原地, 眼中只有那身披光辉的年轻人。 他真的只是个瞎子, 这感知也太敏锐了。 金如针很快便从那短暂的失神中清醒, 心下惊叹之余, 他也本能地发觉眼前的庆修极度危险。 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庆修的武艺如何, 他即刻纵身跃入黑夜之中, 再不做片刻停留。 若只是惊扰一人还好, 一旦连同家将也惊动那便麻烦了。 庆修握了握手中的杖刀, 忽然凌空一掷, 杖身如一道流影当空掠过。 枪! 随着金石交响的声音过后, 金如针赫然看见杖刀不知何时飞来, 并在自己的脚前恰好阻拦住去路。 杖刀刺入砖十三分, 难以想象这竟然是一手投掷的力道。 下次再来, 不必这样偷偷摸摸的正门进来即可。 庆修面旁的笑意已经消失, 平缓说道。 金如针又慌又怕, 他不及多想连忙绕开杖刀顿入夜色逃离。 但这次庆修并没有再追去, 而是任由此女离开。 他本来也不打算擒拿下金如针, 虽然这对他来说亦如反掌。 他有幸留着此人继续观察, 之后再顺藤摸瓜找出此女的背后主谋。 就算现在将此女拿下了, 也不会从这个杀人工具的口中问出什么情报。 甚至对自己胡编乱造一通, 他也无从何时。 反正此女必然会再次找上门来的, 不急于一时。 身手不错, 在大唐也算得上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顶尖刺客。 庆修自言自语道。 当然了, 此女的容貌和那前突后翘的火辣身材一点也不比她的武功差。 习武的女子更是会让其本来就绝伦的身材变得更加结实紧致。 若是有机会的话, 庆修还真是想一探究竟。 嗯, 他想的是功夫, 不论是哪一方面的功夫。 傅俊, 刚刚外面发生了什么? 好像是兵器的声音, 你没事吧? 刚刚离去的崔雨染又匆忙赶来, 他听到了兵哥的声音自然是担心庆修的安危。 崔雨染连忙围着庆修转了一圈查看, 确认后者无视才放心下来。 还有, 夫君你的杖刀, 崔雨染又注意到了, 他手中杖刀已经不知所踪。 无妨, 刚才有一只脑人的苍蝇飞来飞去, 我丢出杖刀将它击跑。 庆修淡淡地笑道, 我帮你找回来。 哎, 崔雨染刚要起身, 却忽然被庆修从身后拦住。 别人的手都是长在肩头, 他胸上长出了两只手。 惊得崔雨染不由得失声, 他马上便发觉自己的失态, 脸颊羞红地低下头, 夫君, 你搀扶我回去便好, 别忘了, 我们今晚还有约。 账刑让家丁去找过来便是, 别耽误难得的凉霄。 庆修将妙龄女子揽在怀中, 并且一面手中揉搓不断, 令得崔雨染娇嗔声接连不断, 他可不想因为这些小事情, 打扰了自己彻夜耕耘的好心情啊。 一夜, 趁着映入窗中的月色, 二人不知汉语淋漓了多久, 直到崔雨染着实承受不住庆修那如狼似虎般的进宫, 昏昏沉沉睡过去, 庆修才终于心满意足地将他揽入怀里, 缓缓睡去。 接下来的几日, 那些严商倒是没有再度上门来找庆修卖惨, 这些商贩人精也不傻, 他们知道再来找庆修也不过是徒劳无功, 只能趁着这段时间尽可能快动作地将囤积的金盐一批接一批地运出长安城。 在外人看来, 他们这不过是在愚蠢的何时间赛跑, 尽可能趁着长安城的金盐还没送出外界之前, 能在外面高价卖掉一斤是一斤, 但长安城外早就已经得知消息的老百姓们也很少有愿意买单, 不过是多等上一段时间, 长安城的金盐流出后, 他们便可以低价购买, 谁会蠢到在最后高位接盘一波? 不过李二耀的最初效果已经达到, 第一局他就稳战上风, 而接下来, 他便要考虑的是尽快将金盐输送到关外, 以最快的速度轻销到整个山东, 并迅速下江南。 庆国公, 每一步还真是如你所预想, 假以时天下百姓能够低价吃上金盐, 正看你是投工一剑? 投工一剑? 陛下可真会说话, 庆修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 李二舔着老脸说这话也不脸红, 明明这是全都是靠他才能办出来, 他李二也不过是出了个顺水推舟的力, 还好意思大言不惭地说出这话, 呵呵,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李二笑得脸上的纹路像绽开的菊花一般, 我听说这几日, 他们把长安城能够租借的车马全部调动了, 甚至有些车马还给了多倍的加急费用, 如此, 就算他们能够在长安城外清销掉一些金盐, 恐怕都不够补贴运费的, 庆修自顾自地说着, 看来他们真的是被你这一手气糊涂了, 这些一向精密的商人能做出这种蠢事, 真是少见, 李二丝毫不掩饰话语中的得意, 他并非是忘了庆修前几日提醒, 金盐可能会被卖到高沟黎, 新罗的情况, 而是打心里认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路途遥远且不说, 那些巴掌大的小帮, 能帮严商消化多少, 可庆修并没有像他这般满脸笑盈盈, 只是略微将头偏向他, 淡淡道, 陛下, 你真是这么认为的, 当, 然不是, 嗨嗨, 李二脸上的笑意忽然凝固了, 硬生生改口, 并且马上收起脸上那得意的笑容, 看向他人, 长孙无忌, 房玄陵等人也同样是眉头紧锁, 谁像他这样乐得像菊花似的, 李二心中直骂自己实在是太得意了, 竟然能被这么简单的表面现象所欺骗, 这些无力不起早的商人, 怎可能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 纵然是有一个犯傻, 还能连带着其他人一同发颠, 清修说道, 我早就从外面找到消息, 那些运出长安城的盐, 根本没有在沿途贩卖掉, 今仍然还在运输, 只是目的地不知到底在哪里, 李二没想到清修功夫竟然做得这么足, 不过想来他也是心中懊恼, 这本就是他身为异国之君应该探查的事情, 当真是时时刻刻都要以人为敬, 清国功有心了, 李二感慨道, 长孙无忌问道, 你可否能算到他们为何会这么做, 我又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 哪知道得了这么多, 如果不是眼瞎, 清修都忍不住翻白眼了, 再说, 我又不擅长经商, 怎好推断得出来他们的行径, 众人听到此言都不由得脸皮抽了抽, 你清国功还不会做生意, 那这天下就没有人敢自称伤人了, 且不论这些盐商们做的是什么打算, 就是出关去败寿, 也不能让他们把事情办得舒舒坦坦的, 李二当即说了句明白话, 他心中的念头也变了, 这些盐商利欲熏心道, 恐怕连吊死自己的绳子都敢卖,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在那些三寒之地的小国找到销路, 众卿家正看这些商人雇佣车马太过顺利了, 正巧朝廷近日有一批物资要过河西地商道, 得征用一些车马吧,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都是会心的应声, 能添堵就添堵, 不能添堵动动手给这些商人们整点麻烦, 也是好的, 话说至此, 李二又瞥向了一旁的庆修, 这小子完全没有理会他的意思, 只是在一旁若无其事的四下张望, 好像这些事情从头到尾都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诸位, 今日到此为止, 都散了吧, 李二一挥手, 是意众人离开, 可唯独庆修仍然坐在原处, 直到其他人都走了他仍然分毫不动, 亲姑公, 你这是, 李二看到他这副姿态, 有些疑惑, 陛下, 我听说今日上午, 那些从新罗来的婢女入宫了, 李二想起这事情就觉得麻烦, 新罗女王千里迢迢送来的, 若是退居不收, 多有不妥, 不过朕也没有应允新罗使者的请求, 暂且赐给他一些还礼, 庆修说道, 陛下昨日可发现这些女子中有什么不妥吗, 李世民立刻明白他所问的是何意了, 这一点庆国公放心, 昨日那些婢女都被严格盘查, 并没有身怀武功, 戾气者, 庆修文言微微一正, 如此说来, 昨晚前去暗中观察自己的金如针, 并没有随那些婢女们一起进宫, 这让他更加确信, 那女人必定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我明白了, 陛下自己多加注意, 庆修告别李二, 起身离开宫殿, 可他刚刚走出进城大门, 立刻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长呼, 这不是庆国公吗, 真巧啊, 那新罗使者看似一脸惊喜的, 来到他面前行了一礼, 庆修着实懒得理会此人, 他在进城中就已经发觉, 此人悄悄尾随自己许久了, 庆修只是略做点头, 便要离去, 庆国公且等等, 昨日, 你我来不及多聊, 今日小人想请国公略此薄面, 与小人坐下共饮一杯如何, 我听说这京城的百味居可是一决, 庆修淡淡地打断道, 百味居是本国公手下的产业, 新罗使者听了这话, 顿时满脸通红, 哼哼, 小人出来乍道, 不知国公的产业如此之多, 真是该打, 既然这样, 便请国公干脆到小人赞助的府邸上一坐, 有些东西也方便给您啊, 说到这里, 新罗使者满脸都是暧昧的笑意, 并且压低声音, 就你们三寒之地那撒瓜俩走, 有我能入眼的东西, 哼, 国公可还记得我昨日说过, 那些婢女中身怀圣谷的女子, 庆修听到这里, 心中轻笑一声, 经历昨日的事情, 他已经高度怀疑, 眼前这个新罗使者, 也参与有关谋害自己的事情, 故意把婢女替换下来, 留在宫外, 其用心已经昭然若显, 他口中那个圣谷的女子, 庆修此刻就算是用脚, 都能猜到是谁, 进贡给陛下的婢女, 你敢当礼物随便送人, 此事要是让陛下知道, 你们这些使者, 可还有命走出长安城, 那新罗使者闻言, 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色眯眯地笑起来, 亲国公, 你我之间还说这个干什么呀, 早就听闻国公在这长安城中颇为风流, 专写好品贱美女, 小人费了如此大的心思, 留下来最极品的监货, 便是为了赠送给国公啊, 若是国公亲眼见了, 想必也会暂许小人此举, 哼, 这家伙一脸压抑不住的盈笑, 看得庆修颇为反感, 就连那些进城门口巡视的侍卫们, 不经意间看到, 都觉得反胃, 这世上怎会有人笑得如此猥琐呀, 庆修岛也不介意将计就计, 当然, 什么美女不美女的不重要, 如果那女子并非是进贡给陛下的婢女, 见上一面倒也没什么, 她一脸勉为其男的样子, 示意新罗使者在前面带路, 哎呀, 小人就等您这句话, 快这边请啊, 新罗使者眼见计划得手, 兴奋的简直就像是红灯区的龟公似的, 谄媚地走在前面带路, 庆修本以为新罗使者会把那女子藏到这城中的高档酒楼中, 却没想到一路随下来, 带的路越走越偏, 几乎都要走出闹市, 显然这些新罗使者也是囊中羞涩, 住不起豪华酒店啊, 不过倒也正常, 这些小国来者只怕是来一次的差旅费, 都要花掉他们那国库中的十之一二, 他甚至还听说那些沃国的使者入宫之前, 居住的竟然是长安城外围的偏僻酒肆, 就这还欠了好几天的房钱, 是理不出门帮他们清账的, 新罗使者一路贼眉鼠眼的四下环市, 仿佛是生怕有人尾随他们, 就在他们将走出闹市时, 忽然有一行人趾高气扬地走出一旁酒肆, 在街道上横行而过, 这些人直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酒醉之下还兴高采烈地大呼小叫, 极为晦涩难听的话, 在这人嘴里连猪泡一般地吐出来, 寒语,高沟离使者, 庆修眉头微微皱起, 这些人的功德心真是从古至今都一个鸟样子, 这番放肆的样子, 别人见了还以为这街道是他们家客厅, 新罗使者注意到这些高沟离的来使们, 顿时不由自主地低下头, 生怕被这些人认出来, 高沟离和新罗如今正处于敌对状态, 相互之间大小战争不断, 他们这些使者之间自然也是视同水火, 都不会让对方面上好看, 若是在禁城当着天子之面见了这些人, 他当然不会若半分弃势, 现在嘛, 他自己孤身一人, 还是不要惹事, 上身为好, 等等, 等等, 那些使者中忽然有人高呼一声, 站住, 说你呢, 还不给我站住, 一个头戴着大官帽, 满脸通红的高沟离使者, 毫不客气地指着新罗使者的后背大喊大叫, 这喝得鸣鼎大醉的家伙, 甚至还直接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 直接向新罗使者的头上丢去, 毫无素养又嚣张至极, 这大吵大闹的样子, 令得街道路过的众人都极为反感, 这三寒的人都是这素质, 混账, 新罗使者的脑袋被官帽狠狠砸了一下, 顿时心头火起, 要不是对方人多势众, 他早就按捺不住地发火了, 你们三寒半岛人打招呼的方式一向如此吗? 庆修淡淡道, 新罗使者金弓咬牙切齿地低声道, 沁国弓箭笑, 这些高距离棍子不值得一般见识, 高沟黎和新罗可是传承了几代的世仇, 平日的边疆摩擦都多得数不胜数, 而高沟黎凭借自身体量庞大, 常常是在战场上把新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因此高沟黎人对新罗人都是极其鄙夷, 甚至还认定有朝一日, 他们必定会吞并掉整个新罗, 别让他们搅扰了我们的好事, 劳驾宁脚步快点, 金弓本想和庆修快些离开, 省得和这些人再起冲突, 但庆修可不这么想, 谁看热闹还嫌事大, 哎呀呀, 尊使, 他们可是都骑到你的脖子上撒野了, 你就任由他们这么嚣张, 庆修洋装做吃惊, 别让他们这么放肆, 我听你, 和他们, 据理力争, 金弓几乎要当场吐血, 心中叫骂不停, 这小子是真的想看他的笑话, 哎呀, 据理力争是吧, 来来来, 爷们几个正好手养, 看看你的那张嘴, 能不能挣得过我们的拳头, 你们新罗国人不但在战场上被我们打得丢盔弃甲, 大街上碰见了我们也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吗, 话说间, 这些个吵吵嚷嚷的高沟黎人, 直接把金弓拦住去路, 一个个摩拳擦掌不怀好意地凝视着他, 这情形顿时让他金弓菊花一景, 不过他也顿时心生一计, 立刻后退到庆修的身旁, 你们想戴什么, 知道我旁边这位是谁, 呸, 一名身材高大的高沟黎武士一口脆到金弓脸上, 让他连话都说不完, 想干什么, 看到我们爷们几个连声招呼都不打, 不就是逼着我们发火, 今天想免了这顿打也行, 哈哈, 让一位新罗那个半老徐娘的女王伺候爷们几个一宿, 今天这事就算完了, 哥, 那高沟黎武士醉醺醺醺的又打了一个酒阁, 恶心的酒气喷了金弓一脸, 你们高沟黎人如此失态, 当真是不怕丢了国家黎的脸面, 金弓听了这话竟然也没有多少恼火, 反而还真是距离力争起来, 都被侮辱到了这种程度, 此人身为一国使者, 竟然也没有太多愤怒, 庆修有些意外, 该说这家伙是太过冷静沉着, 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这等旗齿大辱你也忍得了, 庆修笑道, 金弓此时真是顾不上应对庆修的煽风点火, 他看着那满口大放厥词的高沟黎武士越来越逼近, 甚至跃跃欲试要对自己动手, 袖口已经是在微微抖着, 庆修立刻探查出他在袖口中握住了一把锐利的锥刺, 同时此人眼中杀意蹦陷, 蓄势待发, 此人显然也是个恋家子,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突然出手, 那名高沟黎武士必死无疑了, 庆修当然不愿意让这出好戏落幕得太早啊, 金弓可千万别冲动啊, 这可是在天子脚下, 激情斗杀哪怕是异国使者也免不了遭受大唐律法惩戒的, 而且当今陛下明察是非, 哪怕是我有心帮你说话, 也劝服不了陛下, 庆修故作一副极度为难的样子, 听得金弓面色铁青, 若非是自己有任务必须上赶着用热脸贴上冷屁股, 他真是不想在此人面前把姿态放得如此低啊, 可金弓偏偏就是这么一失神, 那高沟黎武士的拳头直接迎面砸来, 毫无防备之下, 金弓直接被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正脸上, 一声哀嚎之下栽倒在地, 甚至还有几颗碎牙齿随着蹦剑的鲜血一同当空扬起, 金弓脸上就像是开了个染房, 白的, 红的, 紫的混成一团, 几乎看不清原样, 直接被打得毁了容, 哎,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干嘛这样, 以何为贵啊, 庆修适时地退了一步, 万一他可不想被绷一身险, 同时还故作惊讶地劝和, 你算什么东西, 那正处在信头的高沟李武士, 竟然提起拳头, 要连庆修也一并打, 这些身份不算高的高沟李武士, 这帮酒鬼还真是会作死, 庆修叹了口气, 他握住杖刀, 正准备给这个不长眼的家伙一个痛快, 那高沟李武士的拳头, 却忽然在半空中停滞住, 啊, 哎呀, 那家伙刚才还一脸的放肆, 突然满脸的肌肉扭曲抽搐, 痛苦地放声嚎叫起来, 庆修手中的杖刀停了下来, 他竟然看到有一把锋利的锥刺将武士的手腕刺穿, 那把短锥刺几乎没入到他的手臂里, 若非是庆修有心眼感知, 绝对无法发现, 谁, 谁偷袭老子, 武士捂着手臂上的贯穿伤跌跌撞撞退后, 痛苦的五官都揉挤在一起, 他身后同行的那些武士们连忙上前搀扶, 看着他那只鲜血淋漓的手臂都惊讶不已, 他们根本没看到究竟是谁出手丢出锥刺, 自己人竟然就中招了, 庆修微微侧过面旁, 似是瞭望一般看向了不远处的屋檐, 虽然他的视线无法看到, 但他能够察觉在那方向有一个身影迅速隐去, 便是那人丢出了锥刺, 看似在刚才帮下了庆修一把, 但他很快就收回面旁, 那冷漠的神情再次面对上慌乱失措的高沟里武士们, 看来你们是真的没有出过远门, 没有挨过揍, 庆修本来只想安静做个吃瓜群众, 没成想这些混账竟然敢对他下手, 这些人就算能活着回去, 庆修也绝不可能让他们四肢健全, 那是庆国公, 这些高沟离人疯了, 敢在长安城惹庆国公, 给这些混账点教训, 庆国公, 这帮人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早看他们不爽, 在一旁的民众们当即便认出了庆修的身份, 高呼声一波接过一波, 庆国公在民间的威望极高,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庆修, 让他们能够吃上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经验, 甚至在大多数人眼中, 庆国公的地位等同于就是神明, 他们当然不能容忍这些高居立罪鬼, 对庆国公放肆, 这人是庆国公, 高沟离武士们听闻此言, 顿时浑身涌上一股寒意, 毛发炸气, 此人响亮的名号, 他们早就有所听闻, 虽然未曾见过, 但也都知道他在长安城中一人团灭了, 窝国使者的事迹, 不论是就此人的身份还是武艺, 都绝对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懊悔得真是恨不得, 抽自己个几大嘴巴, 还不等庆修发难, 那四周的路过民众们早就已经团团围上来, 并且都虎视眈眈的凝视着他们, 一个个拳头捏得嘎嘎作响,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可是使者, 高沟离使者, 连你们的皇帝都得理让我们三分, 那蠢货的话还没说完, 一颗臭鸡蛋直接迎头砸上来, 顿时让那家伙满面开花, 他们本来就已经因为庆修, 被这些人不敬而恼火, 如此一来更是火上浇油, 区区弹丸之地的小国, 竟然还优越敢爆棚, 管你是什么使者, 这里是大唐, 你们的皇帝来了, 都得规规矩矩俯手称臣, 就是, 揍他们, 太放肆了, 打, 算我一个, 民众们一呼百应, 纷纷争先恐后的一拥而上, 压倒这些健壮的高沟离武士, 这几人下意识地要伸手去拔刀, 又猛然想到在长安城闹出人命, 是什么罪过, 谁也不敢真的拔刀出来, 偏偏就是犹豫这么几秒钟, 众人便已经一拥而上, 将他们扑倒, 人群之中一通混乱地全打脚踢, 这几名武士被打得哀嚎连连, 可谁又都不敢真的拔刀反击, 只能保护着头, 尽可能不被打到要害部位, 结果却是民众们越打越发起劲, 混账东西, 兄弟们用这个打, 接耳大, 那把一身的功夫用上, 不把你们的石打出来算你们拉得干净, 打到起劲之时, 甚至还有人抄起街边的桌椅板凳, 红着眼拼命招呼, 看着那几名使者被打得鲜血似箭, 庆修握着杖刀还真是一脸猛逼, 好像他本来是想亲自出手, 给这些使者卸掉胳膊腿的吧, 反而没想到自己的身份, 还引得民众们帮自己出手, 也罢, 我倒也省得出手了, 庆修怡然自得地坐在一旁观站起来, 并且时不时地坐灵场指挥贺彩, 被打得破了巷的金公一瘸一拐, 来到庆修身旁, 几乎要弃绝, 如果庆修早就亮明自己的身份, 他也自然不会遭这一拳毒打, 庆伯公啊, 你若是关照一下小人, 我也不至于, 哎, 金公真是苦不堪言, 你还真得庆幸自己刚才安纳住了, 看看这些人的下场, 庆修以仗刀指了指, 那在人群中被围殴的, 连哀嚎声都叫不出来的高距离武士, 外国来的使者, 在大唐若是不知道收敛, 很难有好下场, 前有窝国, 后有高沟离, 你应该感谢, 我没让你不厚臣啊, 金公听了他这番苦口婆心的话, 再看到那些高沟离人的惨状,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仔细一想, 好像庆国公说的话, 确实是有道理啊, 他心中的不满, 立刻转变为了感激, 连忙对庆修恭恭敬敬的行礼道谢, 多谢国公指点, 日后小人若是再有做得不周全的地方, 还请再多多指教啊, 庆修装作痛心疾首的样子, 你能早点意识到最好, 免得像那些蠢货一样, 被打的亲妈都不认识, 此时那些高沟离人, 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 血溅接头, 可偏偏民众仍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显然是不打到痛快, 绝不罢休, 饶, 饶命, 我们不敢, 不敢了, 甚至连他们微弱的求饶声, 都被众人自动过滤无事, 住手, 都给我住手, 这时, 街头另一侧忽然传来了一声怒吼, 紧接着便是一群紧握着刀鞘, 来势汹汹的高沟离使者们紧急赶来, 而带领他们的围守者, 正是身负双刀的冤盖苏文, 冤盖苏文刚刚得知使者, 在街头与民众冲突的消息便立刻赶来, 却没想到, 看到的竟然是这么一地鸡毛, 他的手下都要被打死了, 甚至这些打得正在信头上的民众们根本不理会他, 仍然喊打声接连不断, 一群刁民, 冤盖苏文怒火中烧, 他一个在战场上纵横生死的绝世猛人, 哪里忍受得了一群手无寸铁的百姓, 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他平日里杀入敌军城池, 都不知道涂入了多少百姓, 怒火上头, 他一时间全然忘了自己, 现在是在大唐的国度, 而不是敌国被击破的城池, 枪, 双刀出鞘, 锐利的刀锋破空撕鸣声响撤天空, 双刀在手的刹那, 冤盖苏文满身的杀意逼人, 硬生生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隐去, 冤盖苏文不愧是酒精战场的杀神, 他这番气势震慑下来, 平日里连鸡都没杀过的老百姓们, 哪里承受得了, 一时间都被当场震慑住, 无人敢轻举妄动, 冤盖苏文显然十分享受这种, 以气势压迫他人的感觉, 他提着刀指向人群道, 而等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来历吗? 早就听闻大唐刁民众多,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还没说完,忽然一声带着威严的鹤令响起, 庆修以杖刀点着地面, 不紧不慢地走到人群前, 独自面对着那弥天的杀意, 他神态泰然自若, 显然是没有被冤盖苏文的气势影响到半分, 冤盖苏文本来便因为自己的话被打断而恼火, 可他定睛一看眼前之人, 胸中的怒火顿时被强行抑制住, 转变为错愕, 庆国公? 他当然知道庆修的威名, 这不是他能够轻易招惹的角色, 我朝有令, 使者当街不得随意携带兵刃, 更不可对大唐百姓拔刀相向, 你还真把这里当作高沟黎, 可以任你要武扬威的弹丸之地了, 冤盖苏文臣声道, 这些刁民当街为偶我高沟黎使者, 这便是大唐的待客之道, 待客之道是以好酒带友, 以弓箭对豺狼恶狗, 这些武士当街对本侯出手, 异欲谋害, 难道不应该为这些良善的大唐民众出手遏制? 若非是由这些老百姓出手, 本国公恐怕早就遭了这些贼人的毒手, 现在躺在地上呻吟的就是我了, 若是这种罪过压在你们头上, 能比那些沃国使者好到哪里去? 挨一顿打免了杀身之罪, 你们反倒要感谢这些老百姓了, 庆修滔滔不绝, 一番说辞竟然完全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 直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狂轰滥炸, 让冤盖苏文当场毫无还口之力。 你, 庆国公, 你说, 你能被这些武士伤到, 不是在开玩笑吗? 冤盖苏文咬牙切齿道, 若是此事发生了, 才是天大的笑话。 庆修眉头一扬, 我今日状态不好, 不是这些匹夫的对手不行吗? 且不论庆国公是否会受伤, 那些高高理武士敢当街对国公出手, 就已经是弥天大罪。 庆公当然乐得看到冤盖苏文受挫, 也当即跟着帮枪。 这些直接让那些气势被压一头的百姓们来了精神, 纷纷冤盖苏文直指点点唾弃不绝。 你们先动手, 反倒还有理了, 还敢狡辩当心最佳一等, 庆国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还不赶紧给国公赔礼道歉? 就是, 当心陛下追究起来, 连你们那个撮儿小帮一起灭了。 听着众人一波接一波的唾骂, 冤盖苏文的神色也越来越阴沉。 他双手捏着刀柄发出嘎嘎作响的声音, 如同阴损一般冷冷地扫尸着众人。 他此刻真想毫无顾忌地挥刀杀上去把这些民众的头割下来。 辩驳不是他的长处, 无所顾忌的大肆屠杀才是他擅长的。 庆修察觉到了冤盖苏文的异样, 不由得冷笑一声。 若非是有他在这里镇着, 这家伙说不定真的会抱起伤人。 发脾气也是要分场合的。 庆修寺有意无意地点了点手中的杖刀。 冤盖苏文就是再无脑, 他也得打落牙齿和血咽了。 庆伯公, 日后我们打交道的机会还不少, 还望多多指教啊。 最后一个字, 他几乎是从牙关里憋出来的。 庆修满不在乎, 这家伙也只能像这样无能狂怒地找找场子了。 把人带走。 冤盖苏文一声吩咐, 他身后的随从们连忙上前去扶起那些趴在血泊里的高沟李武士们。 可上前一查看, 这些人马上就变了脸色。 将军, 他们, 他们断气了。 话音落地, 顿时转变为了青白色。 你们说什么? 冤盖苏文几乎是怒吼着质问, 额头青筋抱起。 那些随从们被吓得连忙又低下头仔细查看甄别, 但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七八个身体健壮的高沟李武士, 被围殴到到死都不敢把刀拔出来。 真是死得既窝囊又可笑。 民众们让在一旁, 得知死人之后只是略感意外, 但无人觉得惋惜。 这么不知死活的药物扬威, 还真以为大唐无人。 刁民! 冤盖苏文愤怒到直接以长刀指向民众, 甚至肆无忌惮地向他们逼近。 站下, 忽然, 一阵禁风自面前横扫而过, 锐利地让他面孔竟然略微有些生疼, 只听枪的一声, 电光火石在眼前闪过。 冤盖苏文竟然觉得他手中的长刀仿佛一瞬间搬上了一座泰山的压力。 刀身瞬间崩碎, 没有被抵消的余力竟然还沿着刀柄直接撼动他的手腕, 并延伸到整条手臂。 冤盖苏文痴痛一声惊呼, 下意识地退后躲避, 他的一整条手臂竟然都麻木到失去知觉了。 这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庆修手持着杖刀点地, 所接触的地砖已经被点出了像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裂痕。 在庆修的脚下便是散落着一地雪白的刀刃碎片, 那正是冤盖苏文的宝刀。 你, 冤盖苏文的极度愤怒, 顿时转变为了震撼和惊恐。 他甚至都没有看清庆修是如何出手的, 便已经是一击碎掉了自己的刀。 如果他刚才那一击的目的不是为了挡住刀, 而是直接冲着自己的头颅来, 恐怕他还有幸在临死前看到自己的脑浆飞溅。 散开, 都散开。 恰在此时, 一众巡逻的卫兵们气势汹汹赶到, 直接穿过人群将这些高沟离使者们围着水泄不通。 民众们时分时去地散开, 那些高沟离使者们都纷纷如惊弓之鸟一般马上去握住刀柄。 都清醒点, 袁盖苏文马上一声力喝, 让这些准备拔刀的傻子醒悟过来, 纷纷举手表示自己无害。 要是在这里拔刀和巡逻卫兵们直接对峙。 他们今天别想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条街了。 袁盖苏文再狂也不是傻子。 这什么情况? 不过才几个钟的时间没巡逻到, 就出事了。 一个十分粗犷的声音在人群外传来, 庆修则是再熟悉不过这声音的主人。 程伯伯, 你来得巧啊, 刚好有戏可看。 庆修面向着程咬金声音传来的方向笑道。 程咬金一脸不满地推开巡逻士兵们, 难得今天心情好出来走走, 怎就一出门就见狗血。 将军, 看到程咬金现身, 巡逻兵们当即纷纷行礼。 程咬金随意地挥挥手, 看清楚地上躺着那几句高沟离人, 才冷笑一声, 原来不是狗血, 是人血啊。 冤架苏文面色阴冷地凝视着程咬金, 但他此事怎敢发作。 将军, 我的人被当街斗杀了, 作为一国使者, 在大唐难道连一些平头百姓的地位都比不上? 程咬金看向一旁似乎若无其事的庆修, 这什么情况啊? 长话短说, 那几个匹夫当街放肆, 还意图对我动手。 我们这些义愤填硬的大唐百姓看不下去啊, 当然是正义的围殴一同。 庆修黑黑一笑, 三言两语把事情简单交代了。 什么? 程咬金听了这话, 顿时洋装勃然大怒, 直接指着冤架苏文的鼻子道, 小子, 你当这是在你们的国多啊? 冤架苏文几乎当场气绝, 他双目冲写地凝视着程咬金, 似乎下一刻便要发作。